San Atlas的最新动态来了 这位从遥远深空赶来 速度惊人的星际旅人 最近又有了新的发现和影像 我们马上带您全景追踪 在之前的视频中 我们曾带您走进过San Atlas 这颗从银河深处 一路穿越到太阳系的星际彗星 它的来历扑朔迷离 轨迹神秘莫测 就像一本未解完的宇宙侦探小说 让人看一眼就忍不住想追下去 不久前 哈勃太空望远镜又一次 将镜头锁定在San Atlas上 为这位第三个造访太阳系的星际访客 拍下了前所未有的细节 这次贯测 不仅让科学家更精准地测算出 它的会合直径 还确认了一个惊人事实 它是迄今为止记录到的 来自太阳系之外 速度最快的彗星 真正的星际急行者 2025年7月 它第一次被阿特拉斯 寻天望远镜捕捉到 它的飞行速度达到了 每小时20.9万公里 换算以下 相当于从北京到上海的距离 它只需要不到两秒钟 这样的速度 让它成为人类有史以来 观测到的最快彗星 没有之一 它的运行轨迹是一条标准的双曲线 这意味着它并不受太阳的束缚 只是一次匆匆的过境之旅 穿越太阳系之后 它会直奔星际深处 一去无踪 这一别就是永远 今天的视频 我们将一步步揭开它的神秘缅纱 既讲它那跨越亿万公里的星际旅程 也聊聊它在深空研究中 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突破 让您在家就能感受一场 跨越时空的宇宙探险 这样的机会几乎是可遇不可求 一次短暂却无比珍贵的宇宙一瞥 就像隔着光年 去看一位陌生访客的面庞 天文学家们 以托阿特拉斯寻天网络 在浩鲁烟海的星空数据中 锁定了一个不按常规路线行进的天体 它正以一个极为特殊的轨迹 横穿太阳系 仔细分析后 他们发现 这是一颗彗星 但它的出生地并不在我们熟悉的太阳系 而是来自另一片恒星系统 带着异乡的宇宙土壤而来 没错 它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星际旅行者 横跨无数星际空间 或许已经走了几十亿年的旅程 才抵达这里 科学家将它命名为 三埃勒斯 三埃代表第三个被发现的星际天体 前两位分别是2017年的奥默默 和2019年的 二埃鲍里索夫彗星 可从它一亮相开始 就让人眼前一亮 速度几乎是前两位的两倍 体型看起来也更为庞大 就像一位肩宽马大的宇宙快客 现在 它正从太阳系中间一路掠过 2025年7月21日 哈勃太空望远镜捕捉到它的高清影像 画面中它的核心 被一团类低壮的尘埃云层层包裹 就像一位神秘旅者替着长袍遮住了自己的真面目 来自美国 中国 德国的天文学家组成了联合研究团队 正仔细分析这团奇特的尘埃结构 每一丝尘埃的走向 都可能是它亿万年旅途的指纹 皆是它从何而来 又曾经历了怎样的星际环境 经过比对分析 科学家大胆推测 三埃勒斯可能是目前人类观测到的 最古老彗星 它的历史甚至比太阳系本身还要早上三十亿年 这就好比我们突然在自家院子里 遇见了一位来自史前文明的旅行者 眼下 三埃勒斯正在木星轨道之内飞驰 而它最让人瞠目的地方 仍然是那惊人的速度 每小时20.9万公里 稳稳占据着人类观测史上最快彗星的宝座 它就像一只穿越夜空的火箭箭矢 不给任何人反应的时间 更让科学家兴奋的是 它完全不被太阳的引力束缚 这意味着它不是太阳系本土居民 而是一位过客 不会被我们的恒星收编 依旧会沿着自己的轨道 走向更远的星际荒原 它的运行轨道是一条标准的双曲线 天文学里的双曲线三个字 其实就是单程飘的代名词 它会穿过太阳系 完成一次短暂的造访 然后头也不回地飞向深空 从此再也不回头 尽管它的速度和轨道前所未见 但它依然保留着彗星的老牌习性 那些经过太阳系的彗星常见的物理现象 它一个也没少 让人感叹 外来的客人也会遵守彗星礼仪 当它一步步接近太阳时 强烈的热量就像点燃了它的冰雪引擎 让埋藏在汇河深处的冰 开始直接升化成气体 同时带出细腻的尘埃 像是在宇宙真空中展开一条长长的丝带 这些喷涌而出的物质 在阳光的照射下 形成了明亮的汇发和拖在身后的汇尾 这是彗星最经典的标志造型 无论是本地的土著 彗星还是远道而来的星级访客 都会在接近太阳时展示这一幕 不过 San Atlas的超高速度 让它成了研究案例中的稀有真品 科学家必须争分夺秒 在它飞出太阳系事业之前 尽可能多地记录和分析它的一切 就像记者在采访一位只停留五分钟的神秘药人 汇核就是汇星的心脏 一个坚实的核心 主要由冰 尘埃以及各种容易挥发的化学物质组成 使它亿万年来保存最原始信息的地方 对于San Atlas来说 它的核心被厚厚的气体与尘埃包裹着 就像套着一层神秘面纱 不过 凭借哈勃的高分辨率成像 科学家还是能透视出它的轮廓 对它的大小做出比较可靠的估算 目前的估算显示 它的汇核直径可能近于320米到5.6公里之间 这个区间跨度不小 而造成误差的元凶 就是那团扰动视线的挥发 让测量像隔着物看远山一样不够精确 相比上世纪那颗 让全球经验的海尔波普彗星 San Atlas的汇核 无论是体积还是质量都更为可观 不过它并不是庞然大物的级别 而是落在较小的那一端 但依然不容小觑 让科学家最感兴趣的地方 是它的核心物质并不是太阳系的本地产品 而是来自另一颗恒星系统 可能携带着那片星域的化学印记 像一个飘洋过海而来的平中性 当它接近太阳 温度上升时 汇核深处被封存了亿万年的气体和挥发物质 会被释放出来 这些物质在太空中扩散 形成明亮的汇发 科学家已经在它的汇发中检测到水蒸气的存在 这说明它在热量作用下会像太阳系彗星一样发生生化 尽管它来自外星系统 但它的化学反应却和我们熟悉的那些彗星惊人一致 不过 它的内部配方很可能和太阳系里的彗星不太一样 毕竟它来自另一个恒星系统 就像外地来的特产 里面的成分组合 比例甚至微量元素都可能大相径庭 科学家尤其关心它是否含有碳基分子 以及复杂的有机化合物 因为这些物质是生命化学的关键拼图 要是确认它的汇合里有这样的成分 就像在星际来信中看到熟悉的字迹意味深长 如果这些分子被确认为存在 那它们就会成为研究其他恒星系统化学构成的重要线索 毕竟 星际物质可能含有我们太阳系中罕见甚至不存在的成分 这就像为科学家送来了一份异国配方表 随着它一步步逼近太阳 温度不断升高 它的活动会变得越来越剧烈 科学家会密切追踪它的气体释放速度和成分变化 记录这位星际访客最热闹的一刻 这些实时观测数据将帮助科学家更全面的拼凑出它的成分结构 并与我们太阳系中那些本地彗星逐一对比 看看外来访客和本地居民之间 到底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处 借着对它的研究 科学家希望能更深入地了解那些远在光年之外的恒星系统里 行星和其他天体是用哪些元素 怎样的比例配方制造出来的 从而一步步解锁外星太阳系的成因之谜 到了2025年10月29日 它会抵达轨道上的近日点 也就是离太阳最近的位置 这段距离大约1.4个天文单位 相当于2.1亿公里 刚好比火星的轨道再近一点 换句话说 届时它将穿行在火星轨道以内的区域 离我们人类的观测设备比以往更近 不过很可惜的是 当它抵达近日点的时候 地球刚好在太阳的另一边 太阳就像一块巨大的挡板 把它从我们的地面望远镜视野中完全遮住 在2025年9月之前 我们依然能用地面望远镜 跟踪它的身影 而等它穿过近日点 绕到另一侧后 大约到12月初 它又会重新回到可观测范围内 让我们有第二次机会去捕捉它的画面 这段失而复得的观测时间 将为科学家提供更多 关于它的成分和物理行为的关键数据 相当于为研究报告增添了一段珍贵的下半场记录 随着它的轨道不断逼近太阳 释放出来的气体会越来越多 科学家也能趁机分析这些直接从汇核深处喷出的挥发性物质 获取它的内部化学配方 对于天文学家来说 这是采集光谱数据的黄金时刻 通过分析不同波段的光谱 它们可以精确地分辨出 这些气体中到底含有哪些化学成分 就像拆解一份宇宙化学实验样本 在穿过近日点之后 它不会停留 而是继续加速向太阳系的边缘驶去 逐渐离开地球的观测范围 最终消失在无垠的星际空间 不过在它彻底消失之前 火星上的观测设备 还有机会短暂捕捉到它的身影 那会是一次属于另一颗行径的独特送别仪式 对我们来说 当它渐渐远离太阳时 地球上的望远镜将暂时看不到它 可一旦它绕过轨道重新进入核实角度 大约在2025年12月 它又会出现在夜空中 成为天文爱好者的焦点 因为它的速度实在太惊人 这样的彗星短时间内再次造访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或许几十年 上百年 我们都等不到下一个类似的访客 虽然 人类至今只成功观测到 三颗这样的星际天体 但科学家的模型 推算显示 在任意时刻 太阳系里可能同时有多大一万颗星级物体匆匆掠过 只是它们多数个头太小 太暗 现有设备很难发现 很多这样的天体 因为体积微小或距离过远 而隐匿在黑暗中 现有技术探测不到 不过 随着未来更先进的天文设施上线 比如位于智利的维拉 C 鲁宾天文台 我们有望发现更多这样的星际访客 把它们一一请进科学家的访客名目 这意味着 科学家将有更多机会提前锁定它们的轨迹 在它们经过之前 就做好观测计划 争取把握住这些转瞬即时的研究机会 San-Elas 不只是冰雪与尘埃组成的彗星 它更是一位从外星系赶来的旅行者 带来了关于另一颗恒星系统的故事和线索 让我们像隔着窗户 偷看邻居家的院子一样 窥见那里的宇宙风景 它飞驰穿越太阳系的短短几个月里 给科学家留下了宝贵的数据 这些关于深空天体成分与物理行为的记录 将帮助人类补齐宇宙 形成拼图上的关键一角 因此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 因为它很快就会消失在我们的事业里 像一颗流星般转瞬即逝 这次研究 也标志着人类 在探测与研究星际访客方面 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从被动偶遇 到主动识别与跟踪 我们的能力正在显著提升 对San Atlas的研究 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让我们直接接触并分析 来自外恒星系的物质样本 同时积累关于深空天体化学成分 与动力学特性的珍贵数据 它带来的独特信息 能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太阳系是如何在46亿年前形成 并一步步演化成今天的模样 为我们从哪里来这一终极问题增添新证据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和我们一样 对这位星级访客充满好奇 请记得点赞、转发并订阅频道 未来还有更多关于太空探索和最新发现的故事 我们会第一时间与您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